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刚刚呢我有一个朋友他过来 他给我拿了三斤这个锣 听说是蛮贵的 然后呢是好像说是那个花锣 好像是要几十块钱一斤的 他过来呢顺便帮我拿过来 说是让我尝尝 是好像是他说什么 要放那个白芥末 是要白灼的 现在我们上去洗一下 然后用清水煮一下 你干嘛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呢 你就想出手了 还蛮大的哦 好大 这里一共有三斤左右这样子 来爸爸洗一下等一下先 爸爸洗一下先 你去那边去等一下弄湿了 可以靠近来看一下 这个锣还是蛮大的 三斤其实也没有多少个 洗一下然后烧开水 煮个十来分钟应该可以了 煮熟了之后就放一点那个酱油 还有那个芥末 你是不是来玩水 调皮是不是 好了就烧水来洗煮一下 现在我们用这个电水炉来煮 因为阿姨呢在炒那个豆腐 豆腐饼跟猪肉 冰箱里面还有芥末好像 有就行 其实这个还蛮简单的 看起来贵 其实做起来吧 也不是很麻烦 应该会蛮很好吃 属于海鲜的吧应该 要不整来夹掉 像炒田螺那样炒 那样炒 不过像炒田螺那样炒的话 估计就浪费了 现在我先是要六十块钱一斤了 太值钱了 六十块钱的田螺吃到你怕去 洗一点姜放上去 因为老梁说要放姜 我觉得老梁说的一般都是对的 他不说的话 我就不知道还是要放姜的 他应该不会坑我 反正等下他也要吃的 他比我懂得要多 切这个姜片 看不就是不会下厨的那种 放几片够了吧 不用放完 切得跟我脸皮那么厚 去腥 但是这个姜片我是知道是去腥的 水差不多开了 这样可以倒进去了 嗯 放了一点这个姜片 这个水咋到 一倒进去就不开了呢 是不是跟我闹着玩呢 我现在穿的是翠花的衣服 因为翠花她穿我的衣服 她要给维奇人煮一点那个青瓜丝 其实我觉得我穿男女的衣服都差不多了 没啥区别的感觉 好看 是吗 是不是我要给你买一件衫的衣服 不需要 我还是穿那种好 我觉得我不太会切丝还是由你来吧 是我也不会啊 要老梁切 老梁啥都会 要筹子一把刀了 辛苦我们安夜了 那个刀都不好用 是不是 算来是炒那个青瓜块吧 不要撕了 太难切了 他喜欢撕了 那你就切一片片 玫瑰花斑一片一片片 这是青瓜不好意思 只要是青瓜就行了了 好冷啊 他穿一件衣服出去开电车 最主要是这个刀不好用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放一点白酒比较好一点 这个姜去腥的话未必那么好 但是白酒的话可以 重新煮开 煮个几分钟 烙起来就可以吃的了 你要不要接沫的 有一些我就不放那么多 留着一个不放的吧 因为可能孩子不吃这个芥末的 再加点生抽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芥末的 完美 哎呦 嗯 对就这样就ok了 这个蘸件 可以了老梁说可以了 不是我说可以了 老梁说的 不是有没有那个 穿冻的那个勺子 没有的话还是老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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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三斤 如果去外面的话 去外面我记得好像是一百多块钱一斤的这个东西 以前我去北海那边 没找到那边玩的时候 这个就不贵 好像是三十多块钱一斤那个时候 在我们这边要卖的比较贵一点 嗯 我要用手来牙签要拿个牙签过来 这个芥末要这样子才好吃 牙签都得了 牙签在哪 去茶几那里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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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非常的鲜 这个很大 这个比较大一点 有一些比较小一点的 对啊 对啊 买回来的时候还会冻的 嗯 不是 别人拿过来的 谁呀 不知道 朋友拿过来的 赶紧啊 非常的好吃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了 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的 他喜欢掰 对 因为新鲜事物他没有见过 就不妨碍 不妨碍老娘吃饭了 看见你坐下来吧 等一下没了 我们这批视频还没有结束了 嗯 我们继续吃你继续拍啊 哎 但是蛮好吃的 我吃完饭 我吃完饭自己在这里 慢慢挑慢慢挑 吃了好多个 你看脆花干嘛 哎呀阿姨 我老爸也吃了 老娘吃的有点小 算了 我还是 再吃两个我也饱了 老娘呢 觉得自己吃了吃不下 那妈 我再吃两个也饱了 留点给孩子们吃 好吧 我们这期 这边就 这个节目 谢谢 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